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陪着他重新开始 不仅将人生再倒回正轨 还成功创业 更教儿子要回馈社会 帮助其他更生人重建生活 儿子的烤鸡店员工 大都顾请更生人 也提供技术帮助更生人开店 因为他深切了解 更生人找工作有多困难 当年他出医后 全台应征都碰壁 也才明白为什么被关出来的人 都无法回归社会 又重返牢狱 还好他有母亲的陪伴与支持 就在人生最低谷 走不出困境时 想到妈妈的拿手菜 安阿家 萌生创业念头 他不断地实验再改良 研发多种口味 终于打响名号 然而成功也不是一蹴可蹊 刚开始在路边摆胎 一天只有一两个客人 他没有放弃 他深切明白 不能放弃 不能再伤父母的心了 他告诉自己 更生人想从谷底爬起 势必要比别人步出更多 但只要肯努力就有转机 只要不放弃 就能够逆转奇迹 当初炉烤的外皮黄金酥脆 鲜嫩多汁的糖阿鸡 令人看得口水直流 这是在炉州飘香十多年的糖阿鸡 一天最高能卖出六百多汁 大只的那个糕吃出来 你就可以先糕 三大只的好了 还要口味吧 蒜头半切碗 好 就像这三样 来 鲜鸡 一大早忙进忙出的吴士玄 在食材源头上 亲自严格挑选把关 为了就是要让烤鸡 有不同的口感 台湾的鸡种有很多种 有玉米鸡 文昌鸡 还有一些黑鱼 白鱼 红鱼 荒山 文昌就是一般的土鸡 好几十种的鸡种 但是这不是我选择的 是客人选择的 因为吃起来 它的肉质比较甜 弹牙 但不会踩 不会硬 它先把表面清洗一下 烤起来之后 它就会白白漂漂亮 找出最适合的鸡种 接下来腌制也是关键 如何让鸡香味完全释放 胡士玄不断研究 累积多年经验 自创一套腌制方法 然后把它压 有没有听到声音 要压它骨头全部断掉 抹水里面的 释放出来的甜味才会在肉里面 肉才会甜味 烤出来的味道会比较香 每一个番茄都是要注重 烤出来的鸡才会漂亮 一小米 一滴一滴 一点点就好了 唐阿鸡的独家腌料 是来自外婆和妈妈的传授 经过自己改良研发出来 只要撒下一点点腌料 再帮鸡 马虾鸡按摩一下 让香料可以渗透入味 温柔的往上向它推 看到这些毛细孔有没有 一颗颗的毛细孔 它就是推进去了 随后立即用塑胶带包裹起来 运用地心引力的原理 将鸡肉平放 让腌料能进入鸡胸肉的部位 充分发挥腌料的功效 没有一点点浪费 除了把鸡香味逼出来 还有意外发现 增加鸡肉的甜味 我实验太多次了 用乳的 用泡的 不会太入味 鸡肉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你没有入味的话 你单单用水下去煮 或者是直接火下去烤 它就会有鸡肉的甜味 我们要大火一点 放下去的时候 一样 慢慢放 很有实验精神的吴士玄 也把脑筋动到烤炉上 运用气流原理重新设计孔洞 缩短烤机时程 抢得先机 这是我特制的 自己研发出来的 开孔跟大家都不一样 一般的开孔都是满满的 但是我们的开孔就是一般而已 吴孔的烤筒让空气回流 不论四季天气如何 都能够让烤鸡在三十分钟之内出炉 他的烤筒还有申请专利 这个叫做内锅 这有两层 这里这一个洞 这是大火 这个叫做排风洞 风洞进去的话 刚好底下内锅有一层挡住 挡住的话它的火就会开花 所以叫你们火源要中间 中间烤出来的鸡 它色泽上第一个会比较均匀 包裹的会比较好 火候没有放在中间的话 你包裹起来的话 它烤出来会有一种偏向 吴士玄滔滔不绝的大方分享 独门技术 完全无法想象过去的他 曾当过组头 沉迷赌博电丸 最后还因为硬尾超 而锅当入狱 以前的脾气跟现在的脾气 就是两种版本的人 以前我爸只要说一句话 我就不甩我就走掉 我妈妈只要讲一句话 我就不回家了 我就外面喝酒喝到 叫我回去我才会回去 这就是二职啊 我只能说很二职的一个小孩 现在的吴士玄完全退去 过去逞胸痘痕的模样 脚踏实地的做生意 而这么大的改变 是因为看到父母 为他心力交瘁 我会痛改前卫是因为 我把我爸妈 两个老的都照顾不好 他们需要这样子 坐车劳累到监所去看我 我真的觉得我太不孝了 妈妈她在北京看我路中 曾经被车子撞到 那撞到她还没有去就医 一搏一搏的脚 身上还看到一些血湿 那个擦伤的血湿 我心里面就觉得我 做小孩子真的是不够格 身的头都要弄 你 我拿下来 你拿下来不要紧 你要弄吗 我怕 就倒下来 先拿下来 那二就这样 妈妈的眼泪 让她痛下决心改变自己 还给爸妈一个好孩子 有这只小孩 有毛巾有很多 像我们的小孩 也在想家里 我也在想家里 想看到小孩 会比较坚弄 出狱后 吴士玄人生的考验 才正开始 跟生人的身份 让他找工作四处碰壁 就在一次 他突如其来的 想吃小时候妈妈做的 翁油鸡 才开始一步步 走出创业的轮廓 因为想吃这种鸡肉 你要跑到家外去 让我在市区里卖 独门的市场 那更好赚了 然后就把我妈 卖过的翁油鸡 什么之类的 把它融合在一起的配料 修饰一下 去卖两个铜汁 在路边就开始卖 卖起我的汤油鸡 它是1.5的 就是我们的一般土器而已 要放几份 一半吗 一半 从小小的摆摊 到现在的烤鸡 飘香全台 甚至帮助更生人 加盟创业开分店 他说你不能再走回头路 你辛苦点 我用一间店给你雇 你就自己好好经营 他是一直在扶持说 走偏路的人 走到正轨上 因为我只是在旁边 协助他们而已 你们的责任就是把自己 不对的事情 把它修饰掉 回到正常的路 你们的毅力 才能让你们成长 这是因为吴士玄的妈妈说过 拉拔一个更生人 小一个像他一样 流泪的妈妈 多一个家庭的欢笑 我是把口吻说 叫他说 吴士玄听妈妈的话 拼用的分店店长 九成都是更生人 如今将棠仔鸡打出口碑 最要感谢的就是妈妈 法务部表扬母爱楷模 特别探望吴妈妈 也肯定吴士玄多年来 协助更生人 重启人生 要让更生人 能够复归社会的话 就是政府部门跟私人部门 一定要合理 那当然就是 更生人的家庭的支持 就是最首要 这样的话才会让更生人 知道他奋斗有目标嘛 因为毕竟家人还是 每个人心中最温暖的那一块 每个人都有家庭 有父母 有子女 他们都需要你 社会是一种好的教材 你看到别人的发脾气 做错事情的话 你会觉得 这个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做 可以好好讲 可以好好处理 可以慢慢来 可以不用急 吴士玄的唐阿贼 传递爱心不停歇 要玩就要玩大一点 掌握方向火力全开 算准时间快速焖烤 紧紧锁住肌肉的鲜嫩多汁 把鸡皮烤得黄金焦糖色 吴士玄烤出心得 继续开发多种口味的烤鸡 积极拓展市场 你不管辣甘蔗 蒜头的香 凤梨甜酸 做出来的味道 这有千秋 客人的接受度也会比较高 制作蒜头鸡 先把身体压扁吧 然后蒜头我们是用冷冻的 冻蒜 既然要做 就要做出独特性 它特别研发的蒜头鸡 吃起来不嗆辣 秘诀就是 将蒜头冷冻去腥 而且用料大方 将蒜头大把大把的 往土鸡的肚子里塞 蒜头它自然就有一个 香酸的味道 你不能再加任何的其他配料下去 所以那一定会想到蒜头味道 所以不需要再添加什么香料 喜欢原食材的自然风味 凤梨也被它向重 切片好的牛奶凤梨 塞往鸡肚里 然后烤出来的那个甜味 释放出来的凤梨 它的酸度比金状凤梨的酸度还要少 这小朋友最喜欢的 因为台湾凤梨都可以用 刚出炉的凤梨烤鸡 外皮油亮软嫩出汁 鸡汤精华和凤梨 焦融在铁盘上滚滚发烫 用尽心思完成的烤鸡 从骨头扒开 鸡汁流淌而出 热腾腾的鸡肉和牛奶凤梨的酸甜 再次融合香味十足 另外为了开发辛辣口味 吴士玄寻片各种辣椒 特别选用滚椒 死神椒 研磨成粉 香辣口感和鸡香味意外合拍 他说好多人喜欢吃我们的辣椒盐 又鲜我们的辣椒盐不够辣 我说那个很简单 用辣的给他们吃 那结果他们说沾的不够味 那就去研发这个用烤的 全部下的 不敢吃辣的人千万不要来尝试 就这么简单而已 现在和老婆夫妻俩同心协力 用热情把生意做大 希望帮助更多人 创造出台湾新奇迹